抬轎車從路邊倒退路出現 筆直撞上靜止的休旅車還反彈一下 撞擊聲響讓附近民眾聽到後 紛紛扣近關心 但肇事駕駛卻遲遲沒下車 當下還以為車內人士受傷受困 甚至通報了消防隊出動破壞器材 就在好幾名隊員重擊破窗時 男駕駛突然驚醒 下車後還跟警消表示自己沒受傷 不許就醫 台中大理區德方南二階十三號下午五點半 廖信南只聲稱到附近工作敞勘 因為太疲倦了 倒車撞擊後不小心睡著 造成別人跟自己的車損 倒車撞向路邊停車後 旁人在外喊他敲窗都沒有反應 最後大動作請來消防隊協助破窗救人 這才驚醒 警方說當場有對男子實施酒測 確認不是酒駕 可能真的因為太累 卻還是勉強上路開車 最後虛驚一場清醒後 人沒有受傷 賽地新聞曹聖章李建營台中報導